大家早 都有拿到獎勵嗎? 應該有,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會印出 所以獎勵就稍微改了一點 但是沒有判例就沒辦法用 判例是今天會扣你 要有判例 所以獎勵 你知道有些人要記一下 各位禮拜五的時候不是拿到獎勵 因為延時改時間,改成禮拜 對啊 各位我在座的 Tablet Tablet用過的 Excel用過的 Excel 好 因為他 老實講 我覺得他跟Excel 是一點點接近 一點點 但是呢,他的功能 導向不一樣 他的功能導向就是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比較可以用脫曳的方式 就是把你要的東西做完 再來呢,變成互動式 變成互動式 那變成互動式以後呢 你可能,例如說 我待會有很多案例 大概前面兩個呢 我們可以 我會讓大家一起做 做完以後呢 後面呢 還有兩個就是 正品的公開資料 就是抓把兩個進來 抓兩個進來 抓兩個進來以後呢 像疾病管理的 最近不是 有什麼通報啊 但是隔熱是不是 最近 跟你們比較無關 那個是 那個是那個 更上層單位的 他們的通報的那個資料 所以我就從網路上面的 政府公開資料裡面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你可以用自己的資料 抓下來以後呢,他就可以用 前面講的那個案例的 sample去做出 互動式的 圖像式的 一個 有點像分析一樣 那個圖像式就比較 比較容易幫你去做 判斷說 現在的男生按下去 例如說 我抓的那個政府資料裡面 政府的那一份資料裡面 好,假設他是106年 完整106年 那裡面有各個限制 那這個限制裡面呢 還有分男女 我想要知道 男生 或者想要知道女生的時候呢 我點下去他就會自動出現 這個男生呢 各個限制 它會做好 自動跑出來 甚至呢 我還可以另外加一個 那個就像是 X4 什麼我講的嘛 那些儀錶板 那儀錶板上面呢 就像你的汽車儀錶板 魔車儀錶板一樣 那儀錶板呢 我可以顯示 例如說我放10個上去 一個Total的總人數 換定的總人數嘛 再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我 小範圍的區隔 男女區隔 再來呢 更大範圍 甚至 包括呢 各個限制 哪一個限制最多 我過了以後 各位知道哪一個限制 你第一個多 都南部最多 南部最多 南部最多 男女的比例呢 差不多 我本來以為會有 男生跟女生會 差異非常大 後來發現 沒有 那甚至呢 我還可以知道 從 把那個圖表裡面 從 2002吧 我記得那個資料 從2002開始 從2002開始 從2002開始到 201 106年 那之間呢 的變化 以前很少啊 換了之間 就變得很多 到後面 到今年 操作過 那個 跟可證的案例 量非常多 所以你就可以用 這樣子的一個圖表 當然 作為了那個 sample檔 一把解他做以後呢 在你桌面上 操作以後 你發現你自己 那個bino的檔案 就是我們做完了 不是 如果是這麼常的 或是你又要複習的話 你可以用 這個sample檔 那個bino的那個檔案 那個就是Power BI的檔案 把Power BI的檔案 把Power BI的檔案打開以後呢 你會看到 有些步驟 然後到後面啊 最後還可以 有做一個 整合的bino 當然 我們今天呢 會先從 最簡單的一個開始 什麼叫最簡單的一個開始 就是 你會這個 第一個流程 後面呢 應該呢 80%就會了 除了 再後面一點 就是先從簡單的 大樹 樹枝先會吧 再來呢 樹葉 再慢慢長 看你要長多少 看你想要匯到多少的頁子的話 看要長得多貿易這樣子 可能這樣子呢 三個小時應該就比較容易 然後 把它 Power BI的那個 比如說 它的功能面啊 或是你想要把它拿來做什麼事情 可以達到你要的一個需求 那我自己有 我自己有 我申請一個帳號 我看到帳號是學校的 不過呢 那個學校帳號呢 它也沒有買Probine 所以呢 有個帳號發布 會知道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是 發布到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們有些公開的東西 是 要讓民眾去看 你們 那 一種方法是 直接放一個檔案上去 但是放一個檔案上去 你的 end user 一般的民眾 就像我 你知道 我不可能去裝一個Power BI 像一個Power BI的檔案來看 所以它是有一個Web版的 Publish的功能 但是Publish的功能 就是要 很需要買一個 那個Pro的帳號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在線上 直接點那個Dashboard 點完Dashboard以後呢 很清楚的就看到 哦 原來現在的現況 那當然 如果你只是給你的主管看的話呢 就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首先你主管 他應該 你就會幫他裝好 資訊人就幫他裝好 裝好BI 這時候他打開來 他就點點點點點 你就看到他要我 或者呢 他想要什麼 你再做一個給他 他就一個獨搖式 那我說 他跟Excel很像是 裡面很多公式跟單位 還有用法都很像 用法都很像 只是他功能呢 像韓式沒有Excel那麼多 沒有它那麼多 那 強呢 也沒有那麼強 他其實以前是 1.0版是附屬在 那個Excel裡面 那後面 再把它塗幣出來 變成 塗幣的一個軟體 好那 簡介完以後 這就是我們 基本上的 大版 看一下 這邊 應該 好吧 切下畫面好了 那 我簡單做的介紹一下 都用 我的名字 叫我自行 或是我另外一個名字 那 網路上的名字 用寫的兩字 就是這個名字 那如果 各位這個 課程上網 都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所以 網路應該都會找到我 或者 相關的 email 網路上面直接用 本質專頁 可能比較方便 因為 本質專頁裡面知道我們 有提供的訊息 然後 相關的 文件 一定 各位講義上的 好我們今天是大幹 那 第一個我會先從 取得資料來學 那 好厲害是什麼呢 我剛剛 大概解釋了一下 這是一個 圖形畫 現在很多人都不想要看 數字 特別看列表型的數字 看一個一個的數字 只想用圖形來顯示 例如說 圓派圖 圖形圖 折線圖 等等等等 甚至那個 折線圖還可以加上 圖形圖 再加上一個 現在呢 這個POWERV在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 折線圖加 柱形圖 兩種資料 它竟然還可以在 柱形圖裡面 因為柱形圖 是一個 裡面有空間 有一個柱形的空間 這空間裡面呢 幾個例子 我還可以呢 額外再把資料再 填進去 例如說 性別資料 這時候 柱形圖就會分成 上下兩個 性別資料 所以 維度就變成三個 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有些東西是 稍微有點 複雜一點 我說複雜一點就是 你要想像一下 你要答案是什麼 要用什麼樣的譜表去呈現 其實我覺得複雜的是這個地方 用什麼東西來呈現 用什麼題來呈現 那取得資料裡面呢 我等一下來簡單解釋一下說 它到底哪些方法 今天我舉的案例都是用 S&M的O 沒有 S&M 應該說CBS 有一個CBS是為了要 AMO一下會出現段碼 那出現段碼怎麼辦 我們的Sample裡面會有 有時候你去政府的官網下載的那個檔案 可能你剛好需要 你要去做叫他不對 那或者你要去做關聯的時候 你去下載下來 結果你放上去發現 欸!我這邊亂了 但是政府那個資料 已經很多人可以留言說 你這個資料是亂碼 請改一改 那個政府的公開資料裡面 很多人留言 什麼是亂碼 結果又有人 管理人就回覆了 請依照守頁的方法 去把它調整 就是你要用一個文字檔去把它打開來 再做什麼 但是在Power BI裡面是不用的 它是不用的 好那接著呢 在視覺的話 你可以展到很多裡面的元件 那元件整合起來呢 就會變成一個報告 整個報告 整個一個報告 那這個儀表版呢 最有一點像是 我把所有的元件都合在一起 那Power Query呢 客製化裡面的資料 你不一定要從Excel裡面去改東西 我再打開一次 那個Excel的檔案 打開以後呢 再去做例如說 加總 我有一個銷售量跟售價 那這時候你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總價值 我可能沒有做啊 怎麼辦 難不然 難不然還要再開一次的資料去 去把它 盛起來 再做一例嗎 做一個遺憾 不可能嘛對不對 因為太麻煩了 所以呢 Power Query裡面呢 都會做到 有一點點的程式 我們想到一點點 好那這個資料集呢 就是 我們的原始版的程式 把它叫進來 之後 去做編輯 去做處理它 自然語言 它屬於這個 保險 目前這個只能用在 英文版 但是它只能用英文 譬如說 我想知道 銷售的總有多少 用英文的 它就可以 直接用這個語句 然後 幫你跑出不變的 跑出這個圖形來 你明白吧 但是它還在實驗的一個階段 最後呢 分享跟學做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的帳號呢 是 Pro版的 就是 額外付費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分享到網路上回去 那最後呢 健保業務 分析應用 這個 我想到的就是 公開資料裡面 可能有一些 跟各位比較相關的 一點點 要把它拿進來 看各位可以 save board 好所以 各位看到 邊邊的這個 我們那個 畫面上面的 右手邊 這個右手邊就是 今天一定可以做出來 看起來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你看到 假設 我看到這個有一個點不在 這個點按下去 全部的圖都會更變 也就是它這 一二三四六 六個 六個裡面呢 我點某一個 裡面的這個 例如說這個附型圖都點下去呢 其他的 其實會跟著變化說 喔我要看得出這個資料 會跑出化 甚至呢 有 有幾項 像我沒有用在裡面的 就是 所以我看過我們在找資料的時候 我點下去 我想要秀出原始資料 它有這個功能 什麼叫原始資料 現在我這個點下去 這個是 所有在 所有的女生 考在高雄 跟得了 的病患的詳細資料 那我點下去它 下面就會出現 情境資料 又有 就是 它也有一個這樣的功能 所以如果裡面有 萬比 兩萬比塑膠的時候 它這個就很方便 你就不知道用什麼篩選 它是圖形不好的 一個方式 那在這個裡面它其實還有分成三種版本 這是比較不清楚一點 畫面這邊 這個就是線上版的 這個線上版 那線上版的我有用 試了一下線上版 線上版的你只要有申請的帳號 你這樣可以把資料放上去 線上版 線上版的多了一個叫做 開頭畫面 那個開頭畫面有我們的桌面紅的 那個開頭畫面蠻特別的 等一下 我們這邊可以引到網路上面去吧 這次還可以去下載很多它的元件 在這個MarketX 下載 在Microsoft的Wordpress裡面 那接著介面 來看 接著呢 在我們 各位的桌面上 譬如說我們的 各位的那個 我們 那個主辦這個課程的話 他大概 禮拜五才做好 我們網上做一個狀號 那各位呢 進來以後 就關掉了 在我們桌面上呢 應該有說 都有這個PowerDI的這個 有這個PowerDI的這個 那這個呢 各位應該暫時也行 用注射帳號 應該是可以用 他會跳出這個畫面 他跳出這個畫面 你也可以按叉叉關掉 你也可以從這邊取的資料 我們待會兒 我們就直接從這裡 來使用 來使用 這邊呢 假設我先把它關掉 你看到我應該都是中文版 那關掉以後呢 這邊這邊 我們等一下取的資料呢 我們剛剛裡面 你先解壓說完後 會有試感的範圍 所以呢 Excel檔裡面 先選 Excel Excel Excel裡面 我們用這個T1 這個ALL 這個裡面呢 有加了一個日期 這個沒有日期 這個有日期 這個有日期 那目前裡面呢 這個呢 都是依我依人 會懂很多依我依人 就是只有一張列空 都只有一張表 都沒有觀念其他表 他也可以跟Excel 一樣 如果不會是有上過的那些 總點 只要不有一些概念的話 他就有觀念性 如果你有觀念性的話 他也可以做 他也可以做觀念性 好 T1 就直接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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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現這個畫面 那這時候 透過這裡呢 你可以Review 他的資料 那邊 有一個日期 這個日期 這個表格音啊 你也可以點點看 這個表格音有什麼 表格音有什麼 表格音有日期 那你拿到哪一個 比較表格音好了 然後 勾他 揮露 這個動作 就只能先做揮露的動作 就只能先做揮露的動作 那時候他就會這樣 那如果你揮露 進來以後呢 首先啊 我們先看這個 左手臉 這邊呢 有一個像圖表的 這圖表的圖表 這圖表的圖表 就是我們待會 可以把這個視覺效果 拉進 也就是呢 這個 放的是視覺效果 或者放的是 像這個文字 螺塊圖像形狀 可以放在這個 也就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 變成像 像個儀表版 或是 像 就像圖一樣 有沒有 直接把很多圖都拉進來 隨便你要做成什麼樣子 那那個圖呢 每一個呢 你都可以刻出來它的大小 做完裡面的內容 當然內容 白語 就能從這裡來 從這邊的一個欄位來 那每個圖呢 放進來以後呢 它底下就會塑出來 讓你做 頭整個欄位置 那第二個呢 你看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 旁邊呢 這個頁面裡面 它的定義 第二頁 裡面不斷加很多頁面 加很多頁面進來 所以你一個不夠呢 你可以加很多個 所以你會看到 待會我們會一個一個來加 有沒有 加很多頁面 接一個一個加 最後呢 合起來 通常第一個案例做完 我們應該就會知道 喔原來 到底在幹嘛 然後在把 所有的東西呢 合成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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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表白一樣的東西 讓你可以快速的做測試 做判斷 做你想要看到的資料 找出你想要看到的資料 快速 那當然呢 這裡面的資料呢 有可能 喔 你的案例已經就有了 我可能在這個日期裡面呢 我可能會想要做一些服務 所以呢我只會來這邊 研究這個資料 就秀出 從這邊都秀出來 那秀出來的時候呢 我一般而言 我們通常呢 可以例如說 如果我想像以Sale一樣 做一個 成的動作 就是有一個銷售量跟銷售 銷售量跟銷售的一個 那個金額的話 可以為它做一個加持 沉起來的動作 可以 那旁邊這邊加一個 加一個欄位 加一個欄位呢 直接做相關的動作 那甚至呢 還可以做切割的動作 那切割的動作 通常就用在 它不只會用在日期 或者你有時候會用在 性子也可以切割 例如說 你要切成 性跟名字 但是呢 它沒辦法分析 對不對 名字 你在這裡面切割 往是沒辦法分析 除非你要說 好 我要分析一下 百家性裡面 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 得到 升格熱的基地最高 百家性馬 好不好 性切割出來才有辦法做 但是這 比較沒有那個意義 那這個性點 不要為什麼 沒有關係 你看喔 那接著在這裡面呢 我們還可以 按右鍵以後 待會我們就會來實作 按右鍵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編輯卡式 可以進來 Power Quay 這就是 我們想聽上面寫的 Power Quay Power Quay裡面 可以做很多 分割啊 切割啊 等等等的相關的動作 你待會會有 有一個案例就會來做 好 我們把這個關掉 那當然各位這個做完以後 我們通常會這邊 關閉定型套用 就會把它存進去 先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接著呢 最下面一個關聯性 如果你這個表呢 有 兩個三個四個的話 我們可能有一個 客戶的資料表 客戶的 購買資料表 那客戶的購買資料表 裡面還有一個餐點表 這時候呢 三個可能就會有關聯性 如果你拿到了資金 更開好的 我們就會用到關聯性 當然這個案例裡面 它這個一個表 這個一個表 是一個大表 相對來講 是一個再大的表 好 那首先開始呢 我們要從這裡開始 那這裡開始呢 第一個 我們就要先來知道 這原來有這麼多的 通常我們先用的是 偷偷 例如說我想要知道 這裡面呢 總共有多少 我們那個dashboard裡面 通常都會有一個資料 好吧 你告訴我一下 我這裡面的資料 到底總共有多少 當然總共有多少 我等一下如果去點男女 是不是點男生 這個總共有多少 就會出現 變成男生多少 點了男生 旁邊秀出來的數字就是 男生多少 那全部都會先運動 所以呢 總共有多少 我要用的是 就是這裡 當然其他的項目 可能 不一定有非常合適的 如果要total 做好用的是這一項目 比較適合一點 那你把阿力蝦呢 便便就秀出這個 這個 這個視覺的一個效果 這個視覺的效果呢 你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調整它的大小 那接著呢 請問一下 請問各位 各位同學們 在欄位裡面 我想要知道 它裡面有多少筆資料 應該用哪一個 比較適合 依你 你看到的 在這個表格裡面的欄位 你覺得應該用哪一個 來做加總比較合適 依你的直覺 你覺得應該用哪一個 通常我們會用一個 唯一子 用一個唯一子 比較接近是唯一子 為什麼 各位想一下 是因為 我直接告訴你答案子 可能是很快 但是呢 如果想一下 你會知道後面的要怎麼做 後面很多 我們就知道 這幾個好多 就是用這個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 好原來它未生往最 如果它要是一個唯一子的話 你覺得哪一個最接近 你可以用名字嗎 名字是可以 但是 還沒有那麼好 有可能 名字也可以啊 其實這裡面的 大部分的都 但是我們要找一個最合適 就是 大部分的資料 或是依照資料的概念 大數據的概念來講 我們應該用哪一個 比較有其 哪一個 指呢 裡面是 唯一的 就是一個人是對一個 裡面不會重複 這個男女不可能嘛 對不對 這個性別來 它一定會重複 我們這邊要看的是 裡面有多少 你資料有多少的人 所以呢 直接在點 可能也不是那麼適合 這個客戶跟號 就像是我們身分身適合一樣 這個客戶跟號可能是 相對來講 它是比較適合的一個基因 所以呢 我們就會 在這個裡面 先 我們現在已經點選了這一個 視覺效果 這個視覺效果 你先把它接著 你把這個 顧客偏號拉進來 這時候它秀出來了 天啊 竟然是這個 A型格嗎 什麼鬼的東西 A型格 這個變號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男會選進來以後呢 以下 我們要秀的是 它的技術 那當然 甚至你還可以秀出相應 相應就是 裡面都是唯一 如果就算它裡面有重複 你還會去要重複 那大部分我們要的都 不一定會用這個相應值 某些特殊情況 會用到相應值 特殊情況 好 那如果 我用的就是 總數 用的就是這個技術 這讓寶夫來一個 總共的比數就是 403 那當然 這個還可以再調整它的顏色 調整它相關的樣子 大小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繼續 我們先把它整個 先做完 後面呢 再調顏色 第二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 就會講到 比較稍微 不一樣一點的東西 慢慢的 累積 新的東西進來 這是第一個 所以呢 使用這一項 明天的功能 卡片的功能 想想看 為什麼要用這個 顧客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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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衛型 它們的袖子 一晚上的東西 我覺得蠻奇怪的 所以你們會 習慕的東西 正常來說 這邊會 袖子那個 做的資料 待會兒都會 看一下你們有沒有袖子 正常來說 他會袖子 OK 我們現在就可以 畫面給你們 那在我們的獎益裡面 不是獎益 各位下載的檔案裡面 有一個PowerDiSample 也有TXD檔 那TXD檔裡面呢 有放了一些 就是我們的Sample 那個Sample呢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哪些圖 的一個 餐口 像總人數 到後面 可能已經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可以打開這個檔 我們剛才的同學 好 檔案在這裡 好嗎 各位 第一個可以 第一個 如果你有開了那個 這個檔案 你可以開一下這個檔案 PowerDi Underline Sample 用握著打開 這裡面呢 有大概列一下 哪些東西可以用什麼 那如果你以前 沒有在做這種圖表的話 會有一點 基本的一個概念 可以嗎 我要往下 有找到那個 變成技術嗎 在欄位裡面 接著呢 我們來往下看 接著呢 後面 我們說他還有很多補表 其實我們就要來 這個就是有點是 講一道明顯的 敘述同期 什麼叫敘述同期 什麼叫敘述同期呢 就是 你要想像一下 人家有問題 我先跳到後面 後面這邊 敘述同期 就是你要去想像一下 到底這份 資料裡面 想要跑出什麼結果來 這個資料你要跑出什麼結果 你想要呈現什麼結果來 例如說 性別 性別的佔比 那如果是性別的佔比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補表來做呈現 例如說 用剛剛這一份來講 這個編輯關掉 如果呢我裡面 有沒有想要秀出來 我的 這些購買的名單裡面 所有的名單裡面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那你覺得這裡面哪一個可以呈現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看起來好像比較合適 當然很多個都可以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接近 例如說 圓頂圖 對 它叫圓形 或者用這個 圓圈 這個在 Excel裡面有 好 有編輯關 Excel裡面 所以呢它就會秀出從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所以接著呢 假設我們就每一個都來做一頁 要把它合在一起就好 所以那各位就在新增一頁 當然 在這個頁面裡面 你要把所有的融合在一起的融入 從這邊新增資訊效果 它就會存在同一頁 好那現在我就要分很多頁來做 分很多頁來做 接著呢我可以用 我們這一頁呢就來做 男女到底的比例多少 男女的比例多少呢 可以用這裡的比例到這裡來做 第一個呢我們就先用這一項 圓形圖 那這個圓形圖呢很簡單 各位仔細看 這裡呢 只要放什麼 先看這個值要放什麼 值 這個值值呢就是呢 裡面有多少筆資料 唯一值的資料 我們要印象 剛剛我們講第一個嘛 剛剛講第一個的時候 cotal值 是不是要找一個唯一值嘛 通常會放那個唯一值的資料 那這裡呢也很像哦 這個值應該要放什麼 他可以幫你做臉頰 幫你算出來說 哦我裡面呢 男生有多少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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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生的 這些 那這些你用什麼去計算出來 唯一值嘛 是不是 還是 還是 顱客電號是最穩定的 通常 所以呢我們就會把這個顱客電號先搭進來 但是這時候呢 他只有一個顱客電號 所以他全部都是 所有的Total值 那接著呢我想要的是男生跟女生的肌肉 所以呢我們剛好有一個性別欄 性別欄裡面呢它就是所謂的塗粒 這是所謂的塗粒 那如果各位你還有一個資料 譬如說這個性別欄 拉進來以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男生蛋白率多少 女生蛋白率多少 就自動就出來 因為呢它的塗粒呢指的就是上面 這邊邊呢還可以合適化 那我已經可以是一個辦法 就不密碼打開 就會說出來 上面的性別 那甚至呢這個資料標籤 還可以額外設定 讓紙都跑出來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可以 一個人來改相關的顏色的背景 把它變得非常非常的靈光這樣 所以第一個呢你要先瞭解一下 原來這個圖放進來以後呢 到底哪裡應該放什麼 那這個詳細資料呢還可以放進去 那這個詳細資料呢還可以放進去 目前來講這個可能就 比較沒有辦法放進去 後面還有很多有的就可以放東西 那第二個呢你加了第一個以後 值是顧客偏砲 塗粒呢是性別 那我這個才會改成 例如說居住地區 這樣各位應該有比較懂的 這個在幹嘛吧 居住地區就是指它裡面的大項目 所以這裡面還有什麼可以放在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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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放在居住地區 它就會變成 例如說這邊 2009年 2021年 它就會一個一個派出完 就是第一種 各位可以先試第一條嗎 等一下你做完以後呢 我們這個呢 那我就用你的性別 當然你想要再做一個 是居住地區的 或是職業類別的 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個 那你這個做完以後 你也可以再做一個自己的 這個跟 那個原型土質一樣 一下 亮相 畫面可以做完 那如果不曉得那個資料拉來對不對 沒關心就讓它看 好好看 它不會壞掉喔 紙飽出來是要灌灌的而已 沒關心就讓它看 好好看 它不會壞掉喔 紙飽出來是要灌灌的而已 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那個值要知道它放進去 那個值最重要 你要知道它應該要放進去 大部分的裡面的這個值呢 都是放 複刻編號 就是唯一的一號 那當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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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獨立裡面也可以加兩層 但是加兩層就沒有辦法直接從那個圖裡面看到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維度 就變成它裡面有 待會後面有一些比較複雜一點 就會講到更多說 這個視覺效果裡面有沒有辦法 例如說把性別染或者發尾的居住地區 兩個都在一起的時候 透過性別染又找到下一層 這個性別男生的住在新北市的 它的比例到底多少 它裡面其實有一個功能可以有 那個上一層下一層的功能再努力做完 這個可以吧 這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可以有趣 每一個人常常看到人家做 就是那個地圖 那我們現在來看那個地圖 那個區域跟路 這個有沒有問題 來看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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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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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一直都會有 那個地圖 在看下一個 那些部位 可以在這裏 這個地圖 看下一個 這個地圖 這就是我們是個地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